一入侯门深四海,从此高墙断红尘,被选入宫,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,存在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的可能性,就像杨贵妃那样,一招选在君王册,连自己的娘家人也跟着沾光,哥哥封侯拜相,姐姐也被皇帝宠幸,无比荣光,可是撂落古行宫,宫花季莫红,不能只看见有人欢笑, 却看不到更多永无出头之日的白头宫女在,贤作说玄宗,亦非的功成,也需万古枯的背景,这就注定了,你进宫之后,必须使出浑身本事,不择手段进行宫斗,才会引起皇上注意,才能击败众多的竞争者,不至于老死后宫,埋葬青春,即使你一招被皇帝宠幸,也随时都可能会失宠,皇帝跟常人一样,喜心厌旧,不会从业而终, 她在不断扩大选秀规模,总有源源不断的娇嫩欲低的女孩,一茬茬选到宫里,替代掉人老朱黄的你,一位妃子,无论多么貌美如花,让皇上如何神魂颠倒,都有失宠那一天,年过四十之后,你徐娘半老,皮肤衰老,一脸的褶子,皮肤也在有光泽,曾经紧致的地方也都逐渐松弛下来, 这一来,皇帝会感到反胃无趣,再也不愿意看到你 不错,杨贵妃十六岁嫁给唐玄宗的儿子受亡,十八岁又被自己的公公看上,想方设法从儿子那里抢走,从此迷住了唐玄宗,让他高兴地死去活来,把杨贵妃的牌子都翻掉了漆,让六宫粉带无颜色,一直到了三十七岁,杨贵妃还是唐玄宗的最爱,武则天也很走运,不但沐浴了唐太宗的黄恩, 还得到了其儿子唐高宗理智的宠幸,也是万千宠爱于一身,美得不要不要的,只是这样的事情是个例,不然杨贵妃和武才人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会获得那么有名的地位。 在皇宫,优胜劣汰,或者说新胜老太才是无情的规律,谁也难以避免的命运,正常情况下,年过四十,尤其是到了五十岁之后,皇帝大概率是不会翻你的牌子的,因此,年龄大了之后,这些老嫔妃们就要承受着沉重的失落和孤独,最终孤独终老,你想黯然离开后宫,找个老伴暖被窝,来个最美不过夕阳红,温馨又从容, 人家皇上也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,一旦到了宫中,你就抹不去一个痕迹,你是皇帝的女人,皇上哪怕没有碰你一次,你这辈子也别想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交集。 那些宫女们事实上更苦,秀女们还有机会受到皇上临性,而宫女们除非是皇上喝醉了,一时兴起,是不会碰他们的,明朝的万历皇帝有一次去看望母亲,看到只有宫女在那里, 而且那姑娘身材婀娜,妩媚无比,她当即被触动心弦,无法把持,便不由分说上前拉扯,宫女一看是皇上,不敢喊叫,更不敢挣扎,只好顺水推舟,半推半就,从了对方,后来宫女怀孕,小夫一天天鼓了起来, 太后一见心中生疑,便追问孩子是谁的,宫女无奈,说出实情,太后一听大怒,让人喊来万历对证,可是万历死不认账,说我后宫美女多的事,怎么会看上一个宫女,她母亲李太后无奈直下,让人调出了那起居住,得亏那上面记载的一清二楚,皇上在那天到过李太后的房间,铁证如山,万历不再抵赖,只好认下这笔账。 那名本来已经没有了出头之日的宫女,意外地成为妃子,出人头弟,但是万历皇帝对她也失去兴趣,让她守活寡,一直到老,即便这样,跟绝大多数后宫的女人相比,她也算是幸运多了,不过这样的事情,发生的几率很低,就像万历说的那样,秀女们来自名门,进行挑选,选宫女门槛很低,不那么讲究,理论上,宫女无论是长相,还是长相, 气质,都跟秀女们差十万八千里,没有几个皇上放着山珍海味不吃,去吃野菜,啃窝头的,宫女们事实上是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接触男人的。 后宫除了皇上和皇子,没有真正的男人,只有阉割版的男人,那群失去了男性荷尔蒙分泌,操着娘娘枪宦官们,即便如此,在大部分朝代皇上也是不许宫女跟太监胡来的,明朝的皇帝比较人性化,默认了对时制度,允许太监跟宫女公开配对,做夫妻,尽管太监没有了一些功能, 毕竟还算是男人,晚上相拥而眠的话,虽然不能给宫女感官上的快乐,至少可以给宫女心理上的慰藉,而那些被选入后宫的秀女,就没有那么幸运,他们名义上是皇帝的女人。 皇上绝对不允许他们跟男人接触,哪怕是戴隐号的宫官男人,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,皇帝的妃子很是逍遥快活,他们可以在皇帝的眼皮底下,跟太医眉来眼去,还能偷偷约会,行苟合之事,甚至还把肚子搞大,其实这样的事情只能是细说,历史上此类事根本不会发生,你一定会说,嫔妃不可能不生病,那就需要太医去看,大多数太医都是男的。 而且太医是真男人,没有阉割过,他们有七情六欲,面对如鸡似渴的妃嫔,他们怎么能把持住自己皇宫之中规定? 妃嫔在年过五十岁以后便不能适起,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妃嫔年老色衰,皇帝因此嫌弃,可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,十分现实,精力有限,首先是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, 人人都知道古代皇帝号称后宫家里三千人,这个数字在某些朝代或许夸大,但某些朝代之中甚至远远不足,对于掌握天下权力的皇帝来说,究竟想要将多少女子纳入后宫,全凭个人喜好决定, 在这样的情况下,既然大家都能够生孩子,皇帝自然更喜欢让更加年轻的女性帮助自己生孩子,当然,一些和皇上感情深厚的妃嫔,依旧有机会得到皇上的恩宠, 只是年过五十以后,人们不得不承认,年老色衰的女性嫔妃,显然很难和年轻貌美的女性竞争,更重要的是,皇帝后宫中的妃嫔,绝大多数都和王宫大臣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许多后宫中的新鲜血液,也都是由大臣们推荐进去的,如果皇帝还要坚持宠爱上了年纪的嫔妃,冷落大臣们的好意,皇帝也不好对他们交代, 别看皇帝九五之尊,万民臣服,可如何能够平衡各方势力,让每一个大臣都能够对皇上的安排感到满意, 这才是优秀皇帝应该思考的事情,对于皇帝而言,感情永远应该排在政治后面, 防止后宫干政,其次,皇帝如果宠爱某一个嫔妃过久,甚至已经上了年纪以后, 皇上依旧对这个嫔妃十分信任,难免会出现后宫干政的情况。 在这一点上,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为女性皇帝武则天便是很好的例子, 无论武则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让唐高宗理智对他摆一摆顺,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,正是唐高宗的宠信,才给了武则天干政的机会, 否则以帝王的权利来说,即便唐高宗将武则天从感业寺里接出来, 武则天也没什么机会能够成为大唐双胜之一, 因此,后世帝王们为了防止同样的情况发生, 无论多么宠爱某一嫔妃,都绝不可能一直持续不断地将心思花在他身上。 如果真的难以割舍,别说皇宫内部众人不答应, 即便大臣们也会委婉地劝说,既然你这么喜欢你的嫔妃, 那不如将皇位传给太子,这样不就有足够的时间和你的妻子共同生活, 如此一来,皇上就必须在爱情和事业这两件事情上做出选择, 保证生命安全,最后也是最现实的一点,保证嫔妃生命安全, 要知道,即便是到了现代社会之中,高龄产妇可能面临的危险都远超人们想象, 更不要说在古代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下, 一旦皇帝和某一位上了年纪的嫔妃逆在一起生活。 只要两人身体正常,那么时间一长之后, 嫔妃自然有很大的怀孕几率, 可这样一来,高龄产妇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就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, 接生过程中的任何意外,也都有可能要了嫔妃的生命。 所以不让这些嫔妃侍寝皇帝,表面上是年老色衰, 无法再侍奉皇上,实际上却是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, 皇宫之中,如果真的出现某一位嫔妃, 因为高龄生产导致死亡的事情发生, 这绝对是一件十分不吉利的事情。 当然,至于皇帝究竟选择与何人共起, 决定权还是在他手上,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 到了我国清朝年间,为了确保皇帝身体不会受损, 还专门规定了事情时间不能超过多久, 在这项规定之下,不论皇帝是否意犹未尽, 都必须要按时歇息才行。 清朝历经十位皇帝,从康熙到溥仪, 共268年,即使放眼全局, 可以发现这一严格的禁令一直得以贯彻执行, 没有因为人事变迁或政治动荡而有所动摇, 封建王朝的一贯政治逻辑就是皇权高于一切, 这一点在这里得到了确凿的体现, 尽管这种做法冷酷无情, 但却符合该体制的核心需求, 外患功臣,内计宠妃,可以断言, 这项禁令是清朝重视皇权, 防范外戚势力的治国根本, 因此,这些曾经享有辉煌光环, 却又饱受人生坎坷的妃嫔, 成了王权和宿命的牺牲品。 他们的一生无非就是从期待, 受宠,到最终沦为废妃的过程,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, 数百年来, 竟没有人对这荒谬的规定提出质疑, 它就这样成为了后宫中那永不褪色的标记, 当今世界变化迅速, 那些曾经深藏在后宫深处的往事, 早已随风而逝, 如今, 人们最终得以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些历史。